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控制在1.5度内 意大利总理强调 各国需奉行多边主义 采取确实行动 但会中没有提供具体承诺 北韩最高领导人金正恩掌权十年 北韩内部开始使用金正恩主义一词 并称呼金正恩首领 党大会上今日成金正日肖像也已消失 日本众议院大选 执政自民党取得单独过半席次 但执政党干事长甘利明 却在小选区落败 多位阁员大佬败选 反应世代交替声浪 欧美联手抗中 美国与欧盟达成协议 取消对欧洲征收钢铁铝财关税 欧盟取消对美国商品 加征报复性关税 双方每年免除超过百亿出口关税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锁定今天的Focus全球新闻 我是秦林谦 首先新闻一开始 先带您来关注的就是 为期两天的G20领袖峰会 在周日闭幕了 今年为了向疫情第一线人员致敬 大会特别邀请了医疗跟警销人员 跟领袖们一起拍大合照 而G20达成了一项共识 那就是支持美国提出的 课征跨国企业15%的最低税率 这也是拜登上任首场的 G20峰会当中 所获得的一项外交胜利 今年峰会的议题聚焦气候的变迁 全球供应链危机 还有经济复苏等议题 而在气候变迁的问题上面 各国承诺要控制全球升温 在1.5度之内 不过对于2050年的碳中和目标 却没有做出具体的承诺 这也让联合国跟环保人士感到失望 除了G20之外 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大会 来看看就是受新冠疫情的影响 第26届的联合国气候峰会 延迟了一年 不过周日终于正式在英国的格拉斯哥开幕 此次峰会将按照巴黎协定定定的目标 在21世纪末之前 将全球升温控制在相较工业时代前的 两度之内更理想化的1.5度目标 来要求各国提出具体的减碳计划 因为目前全球已经升温1.1度了 那么按照预测的轨迹 2100年之前将升到2.7度 这将是很严重的状况 而另外一项讨论重点则是 用于协助低收入国对抗暖化的气候资金 目前数据显示 今年将不可能达成1000亿美元的承诺 当会主席就呼吁了 这次会议是全球守住1.5度升温的 最后跟最佳的希望 英国首相则强调 会议如果失败 一切努力都将白费 而为期两周的峰会 各国将提出的具体减排承诺 也备受关注 再来看的是日本 日本周日举行了众议院大选 日向岸田文雄领导的执政党 自民党意外拿下261席 手握国会绝对安定多数 原则上内阁阁员将全数留任 不过日本民众其实早已厌烦了派伐政治 也对疫情下的日本状态不满 让部分阁员跟党大佬在自家选区是相继落马 包括相当党秘书长的自民党干事长甘利明 也在选区落败宣布请辞 而保守派政党日本维新会 这回则是席次大要进成长了将近四倍 成为了日本第三大党 美国前总统川普三年前宣告对进口钢铁 跟铝制品科克重税引发了美欧贸易基站 如今话下句点了 美国跟欧盟上周六10月30号达成了协议 欧盟在地生产的钢铝产品 可以获得美国免税的资格 而哈雷机车跟Levice牛仔裤的 美国标志性的产品 也终于免受欧盟的惩罚性关税 美国跟欧盟还以中国制造钢铁产品 占全球五分之一的碳排放为由 呼吁各国应该联手遏止中国的肮脏钢品 作为对抗气候变迁 维护地球环境的重要举措 受疫情封锁超过18个月的泰国 观光经济损失惨重 不过泰国选择在今天重新敞开国门 入境泰国免隔离 稍后回来 欢迎回来Focus全球新闻 我们继续来看 2019年日本的渠带发生了一起 汽车高速冲撞的事故 造成多人受伤 一对母女死亡 而赵氏者是一名高龄的前官员 始终强调是汽车暴冲 并非驾驶的疏失 主张无罪 日本社会更讽刺 驾驶是上级国民 在官司期间还受到了不羁押的礼遇 缠送三年 东京地院最后认定 赵英就是驾驶人物踩油门 判处这个90岁的肇事者 五年有期徒刑 而为了防止类似的意外再发生 日本政府明年6月执行新法了 75岁以上 并且有一定违规记录的人 更新驾照的时候 必须要通过实驾测试 以证明驾驶能力 看领导人金正恩执政的第10周年 在今年初的第8次党代表大会 祖父金志成跟父亲金正日 两位前元首的肖像破天荒的被撤除 金正恩在会议当中 容身成为总书记 最近北韩官媒开始称呼他为首领 南韩国情愿掌握到消息 北韩境内已经开始改尊金正恩主义 这是金正恩所建立的全新独裁思想 有意借此鞏固政权 疫苗接种逐渐普及 许多国家都摩拳擦掌 准备迎接国际旅客 澳洲跟泰国选在今天重新敞开国门 这是从疫情以来超过18个月的封锁 再度向国际旅客招手 泰国希望缓解疫情带来的观光踩损 而澳洲开启国门后 第一时间赶回来的人 都是思乡琴切的澳洲公民 雪梨机场上演重逢的感人场面 而大陆这波本土疫情 从10月17号以来 已经扩及16个省份了 现在黑龙将也有新的一条传播链 上海迪士尼收到了浙江省的通报 有病例曾在确诊前到访 让乐园在万圣节当晚紧急撤离游客 所有游客在出口做完了核酸检测 才能离开 11月1号2号都必须先暂时关闭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Focus全球新闻 我是秦林谦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